大家好,我是麒麟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張角自從改版後在網路上是非常的火紅 大家都在討論張角這種組隊 因此我想要在這支影片呈現三種組隊的思維給大家看 然後我會在最後選出一個我認為最好的組隊的方式 並且介紹他的兵書、戰法跟配置呈現給大家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張角這個武將 盾兵S、弓兵S 因此他的隊伍主要會是在盾跟弓 他的最大的重點是他的武雷轟頂 準備一回合對隨機單體造成魔雷傷害率為136% 在改版前是102% 這是一個蠻高的改動 並有30%的機率使其陷入正折的狀態 持續一回合共觸發5次 每次獨立選擇目標 因此他的傷害是每一次發動一次就會連打5下 然後這5下不會都是打同一個人 有可能是打主將2下、打副將3下之類的 或身為主將時 若目標處於水攻或殺暴的狀態 每多一種提高20%的正折機率 因此他最高可以打到70%當主將的情況 我們直接看到戰暴的副分 首先是白馬弓 張角的白馬就是我用張角配陸抗跟尋憂 陸抗可以為張角扛傷害 而且給他增加奇魔的機率跟奇魔的傷害 尋憂的十二喜車可以為他帶來更高的發動率 因此我們看到這一場 其實打的還算OK 張角發動3次五雷轟頂 5次多魂俠破 然後我用尋憂帶風聲鶴唳 就是想讓尋憂速度比較快 他發動風聲鶴唳之後 配上五雷轟頂 可以讓張角的正折率高達50% 這一隊需要拖一點時間 所以要帶個刮骨妖毒 我們看到情況 第一回合尋有發動戰法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到張角的部分 張角由於白馬加三四加上十二騎車 以及太平倒把的情況下 他的發動率高達97% 因此他直接準備發動五雷轟頂 發動拖魂俠破 OK 然後我們看到第二回合就開轟 他的打法陣打861 805 打張飛打2559 1577 這樣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張飛在打到第二場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蠻嚴重的事情 就是即使我張角的發動率已經撐到 各位看一下喔 撐到90%的情況下 他還是會像這樣 完全不發動 然而當這一隊張角完全不發動 完全都在掛機的情況下 你看可不可以看到90%沒發動 第二回合也是90%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找一下張角按 OK找到 也是90%沒有發動 所以說不發動就不發動 我就發現白馬公我當初的想法 就是我想要挑這些槍隊打 但是當我連槍隊都打不贏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那白馬公的傷害好像有點不足 因此我就想說那我換個方式 我換成是帶現陣營 帶現陣營我們為什麼要帶現陣營 現陣營的好處就是他可以打 帶火的隊伍 因此我有沒有想想讓張角當隊長 然後配法正跟曹操 然後打陸遜這種隊伍 這是天王宮 各位有看到這場是暫平的情況下 但是實際上其實 張角該演戲還是會演戲 他當隊長的情況 剛也該演的還是給他演起來 看一下喔 張角的發動率 高達80% 直接發動 第二回合 張角五雷轟領80% 第二回合就沒有發動 所以我發現 帶現陣營 其實打這些自力比較高的隊伍 不一定打得動 而且給張角帶當主將 他增加發動率的效用沒有那麼高 因此我最後選擇帶看看 藤甲 原本這邊還是讓張角當隊長 再帶藤甲發現了一個星氣象 就是打得蠻好的 而且頂得住傷害 但是我也從 也從中發現 其實在贏的情況下 法正的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反而張角當隊長 其實有時候要礙言不言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 法正才是這一隊真正的核心 因此我最後的選擇 就是讓法正當隊長 然後帶藤甲兵 我看到這一場就是打無期 表現也是不錯 然後這一場打這個 這一場就是我後面會有提到就是 法正當隊長的情況下 他的智力要比張角高 不然 戰必其風各位有看到 戰必其風 戰必其風的兵刃減傷 會減到的是張角的身上 因此法正當隊長的情況下 就有機會被爆頭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要讓法正當隊長 那法正的智力就要比張角高 去支持戰必其風 好戰爆的環節就先到這邊 等一下因為我最後用的是 藤甲的法正張角跟曹曹的隊伍 因此我會著重介紹這一隊給各位 接下來是戰法跟兵書的部分 由於我們試了三種陣容之後 表現最好的還是 藤甲的法正隊 因此我們會用這一隊來跟各位介紹 首先法正帶來的戰法是 刮骨療毒跟戰必其風 戰必其風可以讓隊伍更硬 刮骨療毒可以讓我們增加我們的續航力 以及也可以讓張角有機會可以 就是被控藏後可以解除控藏 讓他繼續去打他的武力翁底 兵書帶的是 九變 元祺逼宮 百戰跟立軍 為什麼他在帶百戰 以意義代勞本身是一個非常強的自在戰法 因此我想要讓他有更好的發動率 張角帶的是太平道法 太平道法就是法師非常必備的一個被動戰法 因此我會帶太平 帶個識別增加我們的生存率 兵書帶的是 虛實 擊戰突尾 鬼謀跟降威 曹操帶的是藤甲兵跟三思陣 曹操最硬 因此讓他帶藤甲兵 三思陣因為想要讓法陣有更好的發動率 讓我們整個隊伍可以有更好的生存空間去打傷害 兵書帶的是軍型嚴陣一帶 一樣的意思 就是讓曹操為他們分散傷害 鐵甲跟鋼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T在戰法的部分 戰必其風其實對於硬度非常重要 因此我會不建議他換掉 法陣全智力加點 戰法第二個是刮骨療毒 刮骨療毒可以用作手鋪塵換 如果你不想要用刮骨的話 為什麼會帶作手不帶整裝呢? 因為我們是三思法陣 三思陣可以增加發動率 因此在作手增加發動率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效益絕對會比整裝帶發好 因此我建議帶作手鋪塵 而且法陣的智力絕對要比張腳高 剛剛我們的號主其實法陣的智力沒有比張腳高 在這種情況下法陣就有機會爆頭 因為戰必其風會吃到的是張腳身上 但我們的法陣才是隊長啊 所以我會建議法陣的智力要比張腳還要高 第二個是我們的華麗的張腳 全智力加點 江澤島帶的戰法是太平跟識別 如果你不想帶太平的話 你可以帶個文武雙拳 為什麼要帶文武雙拳? 文武雙拳 他就是每打一次傷害會加30點的智力 打5下會加150加滿 但是各位有發現 五連紅頂其實打5下 你發動一次戰法就打5下 因此你只要發動一出五連紅頂 你的智力就直接加150 你的文武雙拳會疊滿了 因此非常適合張腳 然後奪魂俠破 他就是可以減對方的智力跟其他素質 然後增加到我們張腳身上 也是非常的不錯 因此如果你不想帶太平跟識別 你可以帶太平跟奪魂 或是文武跟奪魂 文武跟識別 這種類型都可以 但是太平跟文武比較是同類型的戰法 我會希望就是太平 就是這兩個挑跟這兩個挑 好下一位 曹曹全統帥加點或是智統各半 如果你不想帶坦甲兵 你也可以帶陣陣營 但是陣陣營我剛好跟各位分析一下 我自己覺得不好用 所以我會帶坦甲兵 三四陣必備 所以就不講了 最後講到我們是優劣勢體系 優勢體系 其實打各種兵刃隊伍 無論是 武器 羽布 或是虎城 這類型的兵刃隊伍 其實打我們都非常的不痛 因為我們有法陣的 一一代島可以減傷 然後我們有戰壁其風 然後陳甲兵 這類型的減傷 可以讓兵刃隊伍打我們非常不痛 劣勢體系 所有自力高的隊伍 不管是現陣營 還是你是陳甲兵 打自力高都沒有好處 如果你是陳甲兵 你也會怕對方有火 如果你是現陣營 你也怕你的張甲 智力不夠高 打不動打對方 所以你怕所有自力高的隊伍 第二個怕火 為什麼怕火 就是我們這一個隊伍 本身就是帶藤甲兵 藤甲兵怕火也是合情合理 然後這就是我最後 對張甲這個武將的三種玩法 最推薦的也是我們最後的 藤甲 法陣 張甲 跟曹操的隊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所有影片的通知哦 I've been high Lately I've been high I will not know when nobody knows I will not go when nobody goes I lost my way But I found my fighter's destiny I don't wanna look back now Cuz I know that I don't need your love I won't let you take me down Cuz lately I've been high I've been high I'm super natural I'm super natural I'll happen in a ravin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